昨天很可惜没有抱好这个国际战队的大腿 但问题不大 这不 我又抱到了一个省级十强战队的大腿 相信这位大腿的含金量不会让我失望的 那么今天我来玩一下这个最近很火的编程路线 这里开局由于我上了个厕所 并且这个对面的咬金啊 它带的也是城镜 所以先让它一只盘蟹 顺便再让它一只小鸟 这些都不屑问题 配合辅助拿下它一个人头 就都不回来了 那么这个编路带城镜啊 并不是说只是为了让你前期 快速之爬线升级那么简单 其实更多的是帮助打野去给对方施加压力 然后把节奏给带起来 这里直接配合露露秒掉银针 那么这个市集之后的城镜 咱们是不能直接硬杆的 风险太大而且容易被反杀 先跟他打一波 把他的大刀给骗出来 那这时候再跟他打 就不要太轻松嘛 22A133A 他要最标准的单条连招直接带走 势难的支援吧 可以很轻易的击溃对方的心理发现 你想想看嘛 换做是你 动不动就被对面支援给抓死 而你们的队友只知道带剑发育 你气不气嘛 特别是当你被多抓几时 你是不是就不想玩了嘛 所以说支援真的很重要 那么我们现在再来干架这个有大的城耀金 来起手二技能 先送他一套标准的体操 打城耀金连招千万不要太快 因为连招太快 他爆发势很高 但伤害却不足 分解动作一下一下来 等他的大招远完 211直接带走 再来一波 二技能起手 哇回血吧 这么快就快大了 打我笨蛋 哎呦 再来一套 来打成 哇 嚣张 嚣张嚣张嚣张 但我就是喜欢这么嚣张的 兄弟们干他 你们看这鲜明的对比 很明显 咬金哥的心态 他崩了呀 现在的他 就像我刚刚说的那种心态被抓奔的人 想必他只是时刻心里一定在想 刚一个都不来帮我 现在你们自己玩吧 好的 这里直接配合牛头带走公道 顺刀带着小迪 再给成小迪的玻璃心 一把重锤 趁他病 要他命 直接进行砍塔 羞辱式打击 好的拉出来 他若追我们也别回头防打 一套标准体操 打势半场 哎 感觉有机会 趁胜追击 直接越塔枪杀 那么可以说 这次的越塔反杀 直接把成小迪的最后一套心理反线 给击溃了 你们看 他都挂机了 想当初 这还是一个蠢蠢满志的热血青年 多快乐 多积极 而如今 却被我们这些人 给摸平的人脚啊 哎呀 突然觉得有点愧疚啊 小迅猩 要得让他们 找他们 让并 insecurity